有钱活不长,无钱活不够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差距和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 但是,这句话并不能完全点破贫富差距与心酸,因为它的含义比较浅显,而且存在一定的误导。 首先,这句话似乎在暗示有钱人生活不好,无钱人生活充实,实际上这并不一定正确,虽然财富能够带来一定的物质满足,但是它并不能保证幸福和满足感。 很多有钱人也可以过上充实有意义的生活,而一些无钱人也可能会因为缺乏目标和意义而感到空虚和不安。 其次,这句话忽略了时间和健康的重要性,虽然财富可以带来一定的物质享受,但是时间和健康却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 如果一个人为了追求财富而牺牲了自己的时间和健康,那么这种追求也就失去了意义。 此外,这句话也忽略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贫富差距是社会不公正的一种表现,这种差距不仅存在于物质财富上,也存在于教育、医疗等其他领域。 如果社会缺乏公平和正义,那么即使一个人拥有再多的财富,它也可能会面临不公和不平等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这句话并不能完全点破贫富差距与心酸。 要真正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全面地考虑各种因素,包括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个人选择等。 同时,我们也需要更积极地探索解决贫富差距的方法,包括通过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改革来提高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总之,有钱活不长,无钱活不够这句话并不能完全点破贫富差距与心酸,我们需要更全面地考虑各种因素,同时积极地探索解决贫富差距的方法,以提高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每个人的价值和尊严。